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的評論文章 《干預逃遣其醜 注定無功扯折獄》 分三個主要部份 狠批西方對黎智英案的表態相當之雙重標準 文章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的頭等大使 但《香港國安法》就被一些美西方的政客和媒體 形容為洪水猛獸 甚至要廢除 事實上比西方一些國家 在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上是同場貼壁 無所不用其極 以美國為例 國家安全立法數量繁多 領域廣泛 體系完備 西方的雙重標準 文章形容為 就好讓自己家裡裝了好幾道防盜門 但就不讓鄰居家裡裝上一把鎖 文章也反駁《香港國安法》 紅線不清 界限模糊 製造人人自危的恐慌言論 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多以來 總共只有285人因為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被捕 當中172人和5家公司被檢控 充分證明《香港國安法》確實是打擊極少數 保護絕大多數 文章直施《美西方政客和媒體攻擊香港國安法》 將橫慢和險惡表現得淋漓盡致 當地時間21日晚 美國佛州州長德桑泰斯宣布退出2024年總統大選 並且表態將會支持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而上星期 德桑泰斯在艾奧亞洲共和黨黨內初選當中 以極大差距落後特朗普 位列第二 巴士的部評論員Anthony 跟我們講講詳細情況 大家好 21日晚 美國佛州州長德桑泰斯宣布退出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德桑泰斯此前被稱作特朗普黨內的最大威脅 他的退選會讓特朗普受益 同時令美國前常駐聯合國代表克里 成為唯一一個跟特朗普競爭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則回應說 他期待跟德桑泰斯合作擊敗拜登 德桑泰斯向支持者表示 在艾奧亞洲獲得第二名之後 他說我們對前進的道路進行了祈禱和深思熟慮 如果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事來產生有利的結果 比如更多的競選活動或者採訪 他說我會做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明確的勝利之路 我就不能夠要求支持者 自願奉獻他們的時間和資源 德桑泰斯宣布決定暫停競選活動 隨後德桑泰斯明確表達了自己對特朗普的支持 稱自己曾經與特朗普存在分歧 但是特朗普優於現任總統拜登 是顯然意見的 根據特朗普工作人員分享的一段視頻 特朗普在新罕布12州曼徹斯特競選總部停留的時候 提到德桑泰斯退選一事 特朗普說我們剛剛得到消息 我們的對手之一 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人 羅恩德桑泰斯將會退出競選 羅恩退選就是在支持著我們 話畢呢 特朗普的支持者就開始高呼特朗普 特朗普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網採訪的時候就回應 他說到他非常榮幸得到德桑泰斯的認可 他說我期待和他一起努力擊敗拜登 拜登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糟糕、最腐敗的總統 上星期 在艾奧亞洲的選舉失利 對於德桑泰斯來說 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此前他曾經誓言要拿下艾奧亞洲 有消息人士透露 艾奧亞洲的結果是打擊了德桑泰斯的選舉熱情 隨後他和他的團隊開始考慮退選 消息人士說 在與捐贈者交談了幾天之後 德桑泰斯和他的妻子在當地時間21日 下午就做出了這個決定 德桑泰斯還曾親自打電話給他的捐贈者 告訴他們是時候退出 現在是沒有理由再浪費他們的時間和金錢 對於這個決定 批評者就認為 德桑泰斯就令到他的支持者失望 但是更多人表示 德桑泰斯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他的時代似乎還未到來 他現在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 從特朗普手中奪走大批共和黨支持者 德桑泰斯現年45歲 他的第二個佛州州長任期 還有三年才戒滿 目前還不清楚 德桑泰斯的下一步計劃是甚麼 德桑泰斯可能已經開始 為2028年的總統大選做準備 德桑泰斯知道自己是很年輕 如果他有機會在2028年 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他是需要支持特朗普的 謝謝Anthony 德國星期日再有數以十萬計的民眾上街示威 抗議極有疫政黨另類選擇黨的成員 曾經參與討論大規模驅逐外國人的計劃 舉行示威活動的城市包括首都柏林 穆尼克和科隆 以及另類選擇黨位於東部的傳統票衝 萊比錫和德雷斯頓等的城市 多個城市的遊行人數超出預期 其中穆尼克的示威活動由於現場過度擠逼 而提早結束 當地警方說有10萬人參與示威 而主辦單位就說有20萬人 另外主辦單位就表示 德國全國各地在周末合共有超過140萬人參與示威活動 以色列內閣批准將被凍結的巴勒斯坦稅款交由第三方國家保管的計劃 受到巴勒斯坦譴責 以色列說只有在以方許可的情況下 這些稅款才會轉移到巴勒斯坦當局 財長發言人證實 根據安排有關的稅款會被轉移到挪威 總理內塔利亞胡說 內閣的決定是得到美國和挪威的支持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秘書長謝克 貶責以色列的做法 呼籲停止竊取巴勒斯坦人民資金的行為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為去年10月7日特襲以色列的行動辯護 但承認行動存在錯誤又呼籲結束以色列對加沙的侵略 哈馬斯在第一份公開報告中表示 特襲行動是反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領土的必要舉措 亦是確保巴勒斯坦囚犯獲釋的方法 哈馬斯在這份長16頁的報告中又承認 由於以色列安全和軍事系統的迅速崩潰 以及加沙邊境地區造成的混亂 行動發生了一些錯誤 又指哈馬斯戰士忠於伊斯蘭價值觀 如果有平民成為攻擊目標 都是意外感 以及在同乙軍對抗過程當中發生 哈馬斯沒有解釋 為什麼在戰爭爆發3個多月之後 發布這份報告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之後表示 哈馬斯要求結束加沙戰爭作為釋放以色列人質的條件 以色列如果接受 陣亡的以軍士兵將會是白白犧牲 亦無法保證以色列公民的安全 哈馬斯在去年10月7日突襲以色列 殺害大約1140人 並且挾持大約250名人質 被俄羅斯吞併的頓列茨克地區一個市集 據報遭到烏克蘭軍方炮擊 死亡人數增加至28人 另外有30人受傷 事發在當地星期日上午 頓列茨克地區領袖普希臨宣佈 星期一是哀悼日 哀悼在烏軍炮擊當中喪生的民眾 俄羅斯外交部譴責烏克蘭襲擊平民 又批評西方 控護限制地支持烏克蘭 正是將機副政權推向越來越魯莽的行為 而這種恐怖襲擊證明 烏克蘭缺乏通過外交途徑 實現和平解決衝突的政治意願 並且反映出有必要在烏克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 另一方面 俄羅斯波羅的海港口烏斯桂勞家 一座天然氣接收站當日亦發生兩次爆炸 引發火警 當地的官員說 是烏克蘭無人機襲擊導致一個氣缸發生爆炸 營運接收站的天然氣公司表示 是外部因素引發火警 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 美軍已經結束對兩名在亞丁灣失蹤的 海炮突擊隊成員的搜救任務 經過十天的搜索 推測他們已經死亡 美國傳媒說 兩名美國海軍海炮突擊隊的隊員 在本月十一日 在索馬里沿岸海域 執行夜間登船任務後失蹤 據悉兩名的隊員當時正在執行攔截任務 當他們爬上一艘船的時候 其中一人因為受到大浪衝擊墮海 另一人落水營救 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國、西班牙和日本在事後採取聯合行動 在超過五萬四千平方公里的海域搜索 垃圾收費延至8月1日實施 政府部門和相關的流雨就會在4月1日試行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樊表示 4月起會先由政府部門做起挑選其中一些大漏實行 如果屆時市民有疑問 當局會解答 也會安排傳媒拍攝 使市民熟習 政府也會向區議會和關外隊講解 將信息傳開去 謝展樊在電台節目表示 很希望垃圾收費可以推動得到 認為對香港好 但也要視乎社會對措施的了解程度 作為負責任的政府 如果市民仍然有疑問 應該透過有效的方法 向市民解說清楚 謝展樊強調 並非無故撒停措施 而是用較好的方式 更多的時間解釋清楚 又說很多城市都會做到 相信香港也都可以做到 但是社會需要時間改變習慣 不是有一個神奇的魔術日子 一按一個按鍵 社會就會改變 其他地方一般都需要3至5年的時間去改變 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